就來不及籃 就整個球吞進自己這一方籃 這個球移動式的攻擊 再往前這種平衡式的攻擊呢 Tishanko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 大龍隊防不勝法 而且他的那個身高跟打點啊 合起來就已經很高了 對 再加上呢 又移動式的攻擊 等於說都是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 也難怪呢 他能夠拿到第二屆的這個攻擊獎 我剛剛呢 在 大龍隊防 整個身體跟球的飛行方向是不一樣的 這個靠手腕呢 閃過了洞 不過這個時候馬上 在NEC隊的外籍球員 俄羅斯級的Tishanko馬上是又打了他